雷阵的五保零 正法克制来说是雷小克鸟5% 对 但是双方的话现在都带了地府 速度上的话对面是拿了一个13 135 13579 我这速度是全面压制 小克的正法来说 这是那个吗 这那个三合那个吗 对 我觉得紫金城能用三类单的宝宝 只有可能是三合或者四季 四季应该四季那只 来看一下吧 直接开摇 那本场比赛的话 双方也没有盘斯 就是说只能靠地府的这个 黄泉之西可能说有个别的位置 就是说看你想要哪个位置 但是如果双方对着抓的话 你是拿不到的 拧一手 那当然我们进来之前呢 是不知道双方有没有 在之前放过一些刘云宁志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别说雷阵又克风又克鸟 从开局来说 好像这边青宠稍微顺利一点点 顺利一点点 顺利一点点 而且他这个一号宝宝打过去 是不能带不能省右的 对 对待方也没有好的宝宝 来解决观点方这边的一号 他如果调配的好 你看如果是三个红孩儿 先出手单烧 最后配上这个内阳 我们说一级必杀相 把你送走不能省右 对不能省右 这样子一个如果说顺序是搭配好的话 那确实对于青宠的效率来说是比较快的 对 再过 看一下直接效力对待方的 这是叫啥 叫小特技 小特技 好准的武装怪 这个武装 天地行动零食那个397那个是吧 对面的武装 现在看看搭配 他也能搭出五件风云敏 风云敏 但是我有个小小的疑问 橘子老师 对面没雪灵珠吗 这武装这么自信 杀情况 还真是 他有点帅 我一开始在观看观战 7600吗 我这家 他抓灵动的 而且雷正少加宝宝伤害 对 说实话这一派宝宝 对待方好难清啊 是 干五哥 要重新再拉宝宝 刚好是我们说首发宠 一排全清掉 观战方武装可以去套 对待方的队长 嗯 别让他进清 这把观战方一定 要么你找人去笑 对待方女儿 要么一定要套 最好是套 因为大概率对面 应该是会出那个的 是 哇 这真是武装不带雪灵珠 什么意思啊 对 我觉得有点离谱 我刚开始在看 两边女儿有没有带 但我发现两边女儿带了 一定是武装套 但没套中 嗯 哎 这不出 再来 别拉孩子了 抓对待方的一个咒谱 观战方这边已经拿到这个输出上的速度了 嗯 双咕再来 但是 有个问题啊 这个怎么来解决观战方这边的一号宠呢 观战方现在这宝宝解决不掉啊这些 有点解决不掉了 那除非等他自己去换地天 那不能那么玩啊 那对面起码得飞两到三波啊 就是如果说这么对着轻的话 因为即使 因为大家都是 我们说双锋打双锋 加上紧箍咒 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控制以及我们说笑里长导之间的对拼之外呢 他宝宝是好像 除非你控制的很好 他需要去卡捕龙 要不然的话宝宝是不影响出手的嘛 是 来看一下 现在对面四只了 就不太需要补 但是你必须把观战武装控制住 哎 有金青 还行吧 他刚上回合武装去套就是这个意思 是 这个是应该写笑条特技吧 这个时候有花护 花护只是不对 对金青那个金箍术锦 武装怪也成功套纵 哎 塔掉 还是要拿一个输出上的一个医术 刘云爵 刘云之一起人 现在留给对待方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一排宝宝怎么处理 是的 观战方这一排宝宝怎么处理 哎笑完了 嗯笑完了 针对的比较明显 一个去日夜乾坤一个去给笑里 对 由于没有常规输出 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宝宝很难处理啊 嗯 灵动加雷阵的一个阵法 最难受啊 哇再说立皮宝宝 哇 都有都有技能都有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宝宝还是很出名的 目前来说四季宝宝的话 可能钓鱼岛的这个比较热衷一点 对对好像有三到四只了 轮种的四季 这么早就开始出来压宠了嘛 真杨鱼岛没有 直接给红孩儿 啊 就这三个红孩儿我就不换了 不是他没有加给四季 他加给一个不能被摇 不能被铃铛摇的 是 还是很细节的说实话 这一首还是很细节的 正常来说我们会觉得他会加给 一号对不对 因为一号毕竟是 四季嘛 是的 哇这我有法房 你瞄我2700是什么意思呀 我有4700啊 他不过是打掉了那个法房去掉了 哎他是怎么掉的 5号是刚刚有法房的 秒了一下秒掉了 电魂伞 是的 只有这个答案了 现在很难清啊 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宝宝真的 现在最难的问题就出现在 就是我们说这个问题 这一排宝宝 如果在对 两边不出地听的情况下 我觉得观点方这边 补一补蓝 能打个三四十回合 这几个红孩儿 不自己换的话 对对 就补一补蓝嘛 对吧 怎么说不带雪灵珠 摇了 开摇了 摇这只 必须要摇走 两只嘛 二号也能摇 二号他的作用明显没有三号 这个一号打 对 一号不能让你神 是的 我说给红孩儿轻的话 可能说还有这个判定的机会 对 但是给这个内妖一摸 就没办法了 判不定 看一下对面的风系 去灯的 三位中火再来 法方又掉了 要判定了 哇 好难啊 对着轻宠 以后也没被咬走 你必须再来 目前来看好像 除了对面出地听能够换掉这批宠格 没什么 没什么别的办法 而且观战这个搭配也是 就是比较合理 如果说他除了全部都是红孩儿就不行 因为对面可以 我们说去套天地嘛 对 我哪怕给宝娥套天地 也有过这种情况 也是可以 但是我这边又有一只 没办法了 只能出地 伤不住了 来地听了 黄泉之蜥在爪 他爪武装怪的速度其实还好对待方武装来说的话也是全场三速 这就是这一派宝宝怎么处理 开摇 我还你一个铃铛 看你走不走 观战方这边的一号吃了俩铃铛了 紧箍咒也来 我觉得这 他这个观战方这边的这个地听 对待方这个地听 纯纯的就是为了轻宠了 扛不住 哎呦 傻 那 有可能可以秒到他来看一下 能不能躲过去 还有一只内腰 还有一只内腰 那还行 不至于说我们说一下子飞两只 他这样来说的话 对待方这个宝宝一定要做到事情啊 对 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清的话应该是先把这只内腰清走 清三也可以 但是 清三 你不能是那种超快的 超快的清三有可能清不掉 得加一底 清清觉观战方这边 对 无魂没中 再套有花货 有花货 套中了 立功 哎没有雪灵珠 纯纯纯纯这个拿来就是拿来杀个虫就到头了 没办法也也不想保了也没什么好保的 笑里长刀 没红灯 没雪灵珠 疯纯纯纯 这边一号引来一个涌动机 哎 冬天窃 观战的蓝 反正 都可以给这 三个红矿儿 我们说这个法王宠他去轮流的去卡嘛 是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你也没有什么 说我要去破哪只宝宝的招架 或者说去 点人 反正现在的话就 负责开五龙丹以及说卫兰药就可以 负责开五龙丹 负责了十二回合 现在是风天纪 双方的紧箍之后的话能上的话都会尽量上一场 对 十二回合其实严格来说的话对面的吊宠的这个概率还蛮高的 对战方真是打出自信了呀 武装冠是有红灯武装冠有红灯只是蓝灯挡住了 对有红灯 只是没雪灵珠 对观战方这边来说的话还是要把一束估计他没有什么想法了 就看要不要把三束拿一下 开锅 这没宝宝做一个后续很难受啊 难道说真的这宝宝清不掉非要靠 后续的这个 自己换 自己换吗又电魂三打掉了 又要判定了这血量扛不住的 扛不住 不能判定这个是百分之百判定不了的 直接带走 快战方一波宝宝换你对方三波 是 三波都不一定 而且 而且就是因为他清你宝宝清得多 就是说绝对的优势的情况下 他这个地府去抓你 他一定能够抓下来 因为你没有宝宝去 我们说 你要出时间去拉宝宝 也没有说有时间去卡回来回速度嘛 所以说他一定能抓下来的 他现在 直接点吗 他怎么点了 靠三个红孩 三个红孩 但是 看看 看底下能连吗 没连 没连我觉得 应该不太可能 没连不行 他得有连有暴 对面的法防还是 还是值得放心的 比来 1500 伤害还是蛮高的 恶爆 但是如果说 你不出宠 那他肯定是 对这后续来说那么对 你还是得逼你出宠 观战方这一波点 他失败了就失败了 无所谓的 对吧 你如果说你再不出宠 我这边就要继续来 对 你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别宠 如果别宠我甚至觉得观战他可以 天地这个普通 对 观战方这边 真的 强度给对待方拉满了 拉满 笑里长刀 笑里长刀 没有没有吧 讲道理 呃他之前喝过一个酒 对喝过 进清了 对 对 面直接 哦 对面的武装怪 无界风云命中率 带欲轻的话 他应该就是带了1.69的那个 主舟鞋 所以不带雪灵珠 不带 哎这个应该不是理由 但是他确实就是说刚刚为什么那么准 哎 就是风云命中率装备 今天我看你也在讨论好像要三剑以上是吧 七八 爆了 头上没紧箍咒是个好事 啊有射魂 那秒的要多一点 就是我觉得就是三 三剑跟四剑还是有差距的 这是在QQ那个吗 QT听吗 对 这好像这局无解啊 挺难受的大的 岁月 强扣女儿 这女儿就没来没什么特技了武装怪再来再中 啊 胖身得活血那咒势也得出啊 暴冰光了 但他这种单蹦的往外蹦的话很危险啊对吧 呃对 他这种单蹦真挺危险的 好像现在 除了隐身宠能能能能再对对对能站久一点点 其他的官大方一号应该是有猫头鹰吧 就基本上有用的技能官大方一号应该都有 哎 还得在外补对面的女儿顺其可以补制的 10 我看一下90分钟的比赛 8只虫加一个孩子 呃 再开一下对在我们算10分钟一只吗90分钟的比赛999个单位吗对吧 这把武装雷点灯这把也没必要空了 呃先出宠也行 双血 一号对面是双血 还好我也说这场比赛来说的话是一个速度的一个压制而对对对方的选手 还蛮喜欢这种节奏型的 节奏型的阵容拉一只出来只 哦没蓝了就直接秒没蓝 呃点了三回合都没有法联那还可以 他刚刚那个7800那一下是真吓到了 这 没蓝了没蓝了解开 好还好没扣出去对面的地厅应该是有说法了 来我看一下能不能把四季先清掉 如果有投资的话 青黄r也可以 可以 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了就是说速度肯定出来不能太慢的 呃在没有卡小赛的情况下如果观战愿意的话 其实 用直火炸的话 也能飞就是说因为 都是山峰嘛都是这个高速嘛 可以尝试砸来看一下观战的选择 看这个地厅能不能出手吧 否则观战方这一波宝宝真是动都不带动的 对 但是卡这么久应该出手了 哎观战方武装掉了一只炒没了 还有说对面 武装给天地保住了来看哦不对观战方这边是打了超级否定信仰的那么超级感知来说这个技能是上不去的因为跟感知互相排斥 这全宽哎有没有人补呀 灵智 不是就这个这天不做事了吗 真不给呀一个都不给呀 观战方这边补多砸掉不就完了吗对呀 哦还好出来杀这个杀这个对 应该是多轮的 感觉感觉得爆啊得爆 他得还有再有一到两个单法才可以才有机会对我大法的话就不行 还还得哎呦反正了 大法好像有点勾强哎呦满了 看下三号能不能能不能做事吧 一三两个宝宝能不能做事 把连了你要求的 嗯 没不关键这个 别感知 一喜轻的低听 哎呦三二好高 饿炮 现在约他也不能省用嘛对 两三个终于清掉了 目前观战 宝宝有绝对优势对面在我们所武装的速度没掉下去之前呢我都觉得还能 我们说这个局面还不算说 呃太崩 就说这样的调宝节奏 呃像橘老师说的还能接受 起个纸 现在局势来说的话关注对待方还能接受 来了 那那那那个宝宝是不是那个业武清晨的归宿手是从啊对 我还有那个还有树叶啊这个宝宝 是的 我的妈呀 那倒一个人那么就起不来了 这还好没天宫啊他要再一个来个名人一绝配这个 配这个对吧 就起不解 好像隐身从未扛不弱有感知啊 呃开了鬼眼开了鬼眼 紫金城跟曲斧这两个服务器真是没有你没有你这个见不到只有你想不到的宝宝 而且观战也光明正大的就是 他在 武装有灵源他立马就给红爱儿加上 我也不留着说呃我要出地厅冲理或者说呃我要拍金兽云尺 嗯就我就直接给红爱儿加了 清清飞你说宝宝我就开始点人家佛法 对他有时候摇奖摇到暴击什么的对吧对就倒直接可能就倒了 这场刀对面武装冠武装冠其实现在还好对面的毕竟紧箍住压力不大 不让其实这个化身倒不倒吧还好不但有一个问题 观战方这边的武装比对面的武装速度快了 效力化身是 紧箍着孤的观战方这边也还好我觉得 这个颠倒 紧箍咒再来 单锅 他现在对面就是要压宠 这没办法 正法的雷阵也要加伤害然后还有小克5%科症也会加宝宝伤害 1744 是 雨灵珠其实对于 烈士方来说是好事 雨天气嘛 我确实就没有办法清了 他对面不招宝宝观战方这边就开始摇奖了 这真是一摇一个不支声 刚刚来说一下砸了对面女儿7800 哇 哎擦掉 又来 好两边两边我没记错的话两边的鬼气铃铛都没有发发挥效果没有没有对 不让对面化身补速度圈观战方化身补补补补 6200 66 这只慢慢补一下 这真没办法 镜台也扛不住 扛不住 观战方这边的宝宝抗性又好输出又高 确实太让对面头痛了 你除了出地厅跟他一换一好像没别的办法 但是你出地厅的同时你自己也肯定是默认要掉的嘛 观战方这边是肯定愿意跟你去互换宝宝的呀对吧 我是宝宝明显有有一个这个字数量上的一个领先 清风望月解掉普多的紧箍咒 这没办法了呀 但这个 哎呦 提前给破甲 这个不也是个可能为了后续的一个宝宝伤害 普电普通众生普通众生都来了 要硬扛了就是说在 就是我说白了现在就是 需要 需要这个憋憋宠 对 他拿两个宝宝应该是顶要之类的操作了 打到某个时间段可能我这边就可能说起起对我先把灯也点上 两边的药品 我说实话 打120分钟我都我都不担心 所以宝宝来说的话 其实 现在22回合对面掉了三波床 观战方这边红哈尔还在 没盘撕 就是说 其实也 也不是三风阵容 所以说两边没有说 哪一方为哪个药品去担心的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来看啊 现在如果说玩个马后炮的话 其实对面可以把地步换盘撕 对 所以我觉得打起来可能相对来说要舒服一点点 呃如果说换盘撕的话关战这几个红哈尔他不可能这么对 变卡蓝的 对他的蓝就不可能这么位了 风中 请问学问塔 对面要拉速度圈吗 化身 这 我拉 能带套 这边武装 毕竟武剑对拉速度圈没毛病 毕竟武剑封一名重力装备 开始了 回不过来了感觉 感觉真回不过来了 我紧箍咒的肌肉 哎 本场比赛的第一次 鬼气发挥效果 咱们来看一下吧 一号的法防 好像不是特别的高 再没报机呢 扛不住啊 报了 一丝 一丝 神吧 看 就看有能不能神了 关战坊这边的药品也好 宝宝也好 太充足了 看一下对面什么时候有机会 我说点一个吧 就是说看看什么时候能够 找机会点一个 因为这边的紧箍咒如果说一直成型一直掉观战坊女儿不选择喝酒好像也 观战坊这边会不会逆镜啊 话没说完 对 因为这个主要太那个什么了太多了 直接逆镜就可以了 是 红孩儿不动 而且红孩儿还有提气这个五龙丹 很舒服 很舒服 来看吧 我觉得对面一号要判定对面一号宝宝要判定了 就在逆镜的同时他宝宝整体配置他没变 他还是我们说一个配数出来可能说这个二号还是一个配数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战坊的一个这个 紧箍咒还是给了观战坊这边的压力的 给了给了 因为刚才 因为你这个灯也不是全治疗的嘛 你武装点灯600多然后他紧箍咒再加上这个毒的话一会儿也得掉2000出头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边化身的一个血量是比较低的 目前对面武装没有带雪灵珠也没有影响到封印命中啊 这点来说是比较好的 是 多次封印成功再加上 我记得应该是两次把这边做普陀的一个塔给套掉了 来到24回合 走 看一下对面反控 他现在来说的话还要吃回蓝啊 而且还要面临着被五行法术躲避的 这武装的速度已经下来了 准还是挺准的 封了好像十封九中吧 就水了一把 来对还是要给观战坊这边上压力 这三个红孩儿 二十手九尖 二十四回合 赞了 我也说得亏 这次红孩儿的蓝量进行了一个这个更改 两百多地蓝用一下 否则 还能给你占九十分 对 他 他他他拉五只红孩儿 对吧 可以挨个往上点蓝 黄灯 你第一听都不好出 真不好出 也幸亏就是 观战坊他把这个司机给带走了 要不然你这两只宝宝都没了 你不是躺在那里了 对 这说实话 这一波宝宝 打了对面只会汗流甲呗 回去得开会了 嗯 我目前在等了 看观战什么时候会天地 因为之前的话都好几次就说 观战什么时候天地吗 你说对 来了 坏了 给你上给你给你提前那个什么了 不打折磨 开始上天地了 对对对 你说这个点上天地 对 他也发现对面的武装控这个点控的很死 是 笑里笑掉 那武装控谁地府吗 不让爪 还是在控 准不准 准准准 而且塔又掉了 真的准 塔掉了 所以我说的三剑跟四剑是一个坎 四剑跟五剑又是一个坎 他不起天地 他这边中的时候根本就出不了手 对对面的武装罐这真的太准了 三号应该是蓝量还是有压 7600吗 好赶紧补一个回来回速度 7600是太夸张了 怎么说这回合武装 剑不剑 老老实实甩个尺子呀 老实甩尺 对 不给一个剑法 甩一个尺子 别别别别 甩一个尺子 对面的法防也好 物防也好都扛得住的 观战方说白了就一个就算 算到底算两个点的输出 一个 地厅 一个咒谱 还有个业务星辰 业务星辰1300吗 对1300 固定的 又来 直接命中 陈阎战迪 但我看卡的时间是不是有点久啊 看有没有下端有 蹄虎 是蹄虎吗 这样另起也来 还有谁来 普陀来请 普陀来请 金色云齿还是很稳的 很稳 对普陀去清就行了 生命之权 看关在化身操作 杜劫金生 砸不掉砸不掉砸不掉 砸不掉的 砸不掉 这个敌就白家了 敌就白家了 金清爵 没人去砸 老实说下回还能玩 还能玩 下回还有 还有 还有还有神佑 对 因为对面没宝宝来清嘛 对 他这边对单方的普陀 没有说去那个什么 这只是说关带方这边两敌给 白扔了 对 对 这回合 对面 怎么说 要不要空地府 你别说 虽然说两篇都是这个比较稳的阵容 但我觉得这场还挺有意思的 就看这三个红孩 全场都在都在秒 还要再给敌吗 不给了 空对面的砸 还是要让他出手 谁看 这拳宽 再套也中 谁家底啊 金兽云尺再给 幸亏尺子的一个 我们说效果它是 那你也就一敌一尺啊 对 关带方这边就 咒谱给一个敌子 那没事啊 小手没挂 紧箍咒 这个不要了 两尺吗 啊 这个地亭真没什么好要的了 攻的还是一个 一共这个地亭一共骗了对面三个尺子 不是不着急还能玩 就是 虽然说 这个这没啥的三个尺子都已经给过了 对 虽然说我的这个 可能说打出去的输出啊 确实就 不太行了 但是 我就一直在场上给你拼A啊 我看你对面也清不掉 就说除非你砸嘛 你还是得砸 对 要不然他就是在场上一直拼A嘛 而且现在武装在里边 但李如山光战坊这回要点灯了 这紧箍咒哭得也疼 对也痛的 他你看他这边紧箍咒除了天地同色的点过不上去以外啊 基本上每个点都享受了的 对 雪灵珠又来了 这地亭好像出手了 你没发现吗 卡的时间有点长 但只有一个阵阳令旗 连不在靠 像能做的事比较有限 不要你 来关在房子边 上回合没斗 这回合又斗 惊情绝解开 对面武装怪怎么说控谁A中了 中大死亡 摇铃铛怕进不出来蹄虎解开 异地吗 小死亡挂不上去因为大死亡中了 这是个功的我没记错的话 看有没有法连 连有了有了有了那有了 有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了 轻了 直接砸掉 是 忘了他忘了葡萄了吗 他忘了葡萄能动啊 等一下 他不是忘了葡萄能动了 直接带走 他可能是武装给的天地 武装给天地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对吧 哇这两个正要令旗的孩子 红孩儿立功了呀 地府那个点的法方有点低 虽然地厅没出手但是也做到 就是这个目的达到了 目的达到了 目的达到了 又来 他有一波 他有一波这样的 归宿首饰宠 就是你就逼着你这个笔 只能去前前面的单位了 地府来压血线了 如履薄冰啊 对面打了 确实 而且这一波宝宝很不好清 这两个这样令旗用宝宝都不带换 现在能阻挡官方这边红孩儿的只有什么 蓝 对蓝 他自己的蓝量 对 现在那个施法一下子蓝量 比较大了 武装怪虽然每回合能回24点啊 但是也有一点不解渴 但是也有一点不解渴 后绅还是需要自己来补充打篮 这三个红孩儿真是玩明白了 而且他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是 其他的战争场 还没想到 还没这80的伤害 对 而且他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对面起了罗 现在可以硬扛 所以越强控武装怪 现在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地府现在对面不能够黄泉自吸来抓了 对单方只能拿回篮回速度来补 所以前空再套没有没有天地了 这场PK我觉得还好对面武装怪准 是 但观点方这边想要去打开 局面的话 还得靠那个什么 他在干嘛 他在QQD听吗 不会啊 刚刚换完一波 夜罗差怎么可能QD听 那他为什么要去打化身 给自己加篮 哎哟真舍得啊 对吧 真是舍得啊 一看你没盘思 这也难卡卡 对卡卡王里队 确实观点方这边的药的消耗 虽然说比对面多 但是绝对绝对是能撑到 90分钟的 我看一下 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 已经过了40分钟 这太夸张了 幸亏是两个风隙吧 风一命中 能够撑得住 观战还会用人节吗 诅咒 要来了 清风了吗 不用清风啊 上回合 能打掉的为什么要清风 他这边找单位开嘛 找单位得开了 对啊 他化身开也可以嘛 化身反正反了也加上了 小屎王挂也中 那么来看一下观战方这边下面下山能爆吗 不又吸气 他不连也得倒如果没有宝宝顶要 红孩儿打不死 主要是看后面对三个业务清城 三个固伤 对 倒了倒了 倒了 没有说163 看一下 第一下 163 你主要后面来说的话下回合 头上还要再挨紧箍咒啊 两下163 这个是杀不出 打不出伤害的 对 给掉 有给伤害吗 女儿倒了得延到什么时候 3加1的 3加1的吧 补了一点但不够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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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判定还得判定 直接按把金轻吧 4个人都只能硬按一把金轻 对 没按一把金轻没选了 没得选 对 如果站住了可能还有得玩 但是观战可以连点 就这把 可以连点 因为现在惊奇不看小死亡 我继续点你 就是观战可以连点 对 来看他连点的话 武装怪要去控对面的化身士 对 我超敏捷还来了 来看一下能不能站得住很关键 第一步没成那没办法了 你看这边掉血严重的 赶紧起个灯了 观战方这边的 有火血尝试了一下 赌一把 赌一把163了 再控再中 塔掉 准还是准 对下回合 对观战方这边什么 无至今啊 要给对面安排一下了 对面肯定是什么两无魂三无魂往这边怼 你不能让他延啊这一延得延到什么时候去了延到9点钟那场比赛去了 是 首先因为只需要撑一回合 对面的小死亡下回合最后一回合 那边也就两个人物单位嘛 三个人物点啊 不是但他普陀他跟不上这边地府的嘛 三个嘛 加上地府可以 这回合 来我们来看一下观战方这边女儿穿 这把女儿穿没什么好惊的 说实话 老老实实无至今吧 对 对面肯定是什么 发瘟甲 无魂傀儡全部怼过来了 这女儿穿真不能让他那个那个什么躺地上 可能女儿武装两个都得无至今然后 自己的化身肯定是点的轻轻重嘛 这个这个无所谓的这个无所谓 还是把我们家中了 中了那成 无魂归来成了那还好了 对不对面的下回合能吸 估过来估过来的话 普陀点的 他头上只有一个红的 一千二一千八三千五三千五还要再补一个伤药 有伤药补吗 看一下 这两个红孩真是玩明白了 这两个太凶了真的凶 也碰到了对的这种说实话 对 要不然的话沾不了那么久 伤药补过去 刚好你这个紧箍咒也解掉了 得一拉一开 但现在有个问题 这两个红孩对对待方的这个一二二一四号两个宝宝的这个伤害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会儿对面还会面临点杀嘛 对 就是地府地府的点杀 对会比较危险 现在来说对待方武装惯看能不能做点事情出来 我们看一下对面的速度啊 他是化身现在比武装快 就武装如果是清风什么的都没用了 这边 确实 很难去 让武装去开那个 化身了 清风望月嘛 清风望月开嘛 他化身快呀 哦对他现在被抓下来 对所以很难受 连步没中 给机会呀 人开 给活血 利盾 利不了盾 天地同兆没问题 不让挂小死亡 反应还是很快的 而且观点方这边的武装罐速度已经没有对待方的一个快了 笑对待方的金钦 观点方地府啊 还是没有解开 不让挂紧箍咒也不让挂点杀 不让挂紧箍咒也不让挂点杀 有道理啊 谁啦 一还一还是四啊 全部问号 全部问号这把四点杀四点杀没问题 啊 他跟得这么死吗 没难了 三啦 谁谁谁解 解 九一口 九一口九一口九一口 没有问题金出来 金出来来说的话 战时算是稳住了 时间已经来到40分钟还有一半的时间 一半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战备资源 对待方拉过两只地铁还是一只地铁 不止不止 第一只是不要了 第一只出来 那两只地铁 观点方拉过一只 四号码对吧 那只地铁骗了对面三个尺子 对 玩了三个回合嘛 对 最终没出手 对 对面的药 有一点小小的优势 观点方这边宝宝断城式的零件 观战主要掉的还是蓝药多 嗯 因为他都给红岸鹅卡 金轻 主轴之商再来 看对面武装在这把把是灯 给灯了没有套普陀 他他他他 哦对他应该套的 因为他知道观战方这边的 那个慢 武装比自己慢 小屎娃没中 看观战方这边无魂也没有中 他忙说四千八号 他为什么这么凶啊 我感觉这个不多 主要他这个顾商加了嘛 加顾商然后还有正把的一个小客 那又清晨感觉这应该就不好扛了 三个扛不住 扛不住 真扛不住 不神又就有没有神武器 那没有 没神 不是没有就没神说 没神就没有是吧 没有 听众失败打到那个了 打到天地同寿了 幸亏小屎娃不中 但中了他就说对面纽约春他也能够真了吗 他他他现在为说现在起来是怎么样 就是说 兔兔的召唤和四号宝宝这两个宝宝 直接还魂之后拉 拉起来给自己点灯也可以 立盾也可以 那么下一回合武装正常把天地同寿挂回去 因为观战方这边你发现个问题没有 没有工程了 对五个发宠 对五个发宠 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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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现在 西扎的 压力 你说有吧 感觉好像挺奇怪 我说实话 现在 你就算套两 套两天地给宝宝 我也觉得正常 也可以 对 就套两天地 哎呦 带花霉风中对面武装冠 有一度将再拉速度 没有拳光 转转转转转转 这些塔掉了 武剑锋一名装备不白买 讲道理一跟四应该是一起拿的 他不可能说这个时候去赌 哎 这手灵芝对面化身 这是啥意思呢 我觉得灵芝化身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有清澈 想起来了 没办法只能平戳了 不然全部miss 神诱一下 局势目前来看七千 开始打毒 最大方普陀起来 他普陀起来不会直接来个紧箍咒 一号应该也点拉了 讲道理 蒂勇今年这不两个一起点拉吗 错过了一个回 讲道理 我一跟四一起要用还魂走拉 因为我担心的不是怕那摇铃铛 我担心的是两个红孩 加三个这个宝宝 是直接能够把这个 一直带走 带走 他这个宝宝杀太高了 又有正阳丁奇 又有正法的一个克制 又有正法的一个伤害加成 红孩和爆的话就是说七千 七千 太夸张了 有可能的 这边普陀的这个这个位置还加固伤 砸过去也是七八千也挺痛的 鬼气 来再来 这把说实话得摇两个点了 我在问想一个问题 关键方式五龙蛋有点小小的吃惊 对 因为他金晶其实没怎么放 他金晶都是你记得不他喝酒 就说女儿春喝酒 话没说话来了 他来了 然后的话之前的话他开武装的操作都是用人 就说女儿人为武龙的 解调 对面的药品来说的话还是能支持的 也不着急去打对面的时候 知道一波可能打不死 朝第三位增火 八千七 确实上还很爆炸 所以我说套天地给那两个童子都可以 对 这等到的一跟四应该要一起拉拔 上拔已经吃了亏了 这边是好直接拉起来 要不上的孩子怎么说 直接鼓还是怎么说 还是给自己点灯 打得保守一点 那就一起拉了 那个一号没动 一号没动了 上拔来说的话就应该那么玩的 那现在关键方女儿春肯定要控对电方补充怪 不让她把天地套起来 打的全是细节 这种我们说他节奏比较慢的 就是抓细节 其实节奏型的一个PK的阵容来说 对电方的指挥还是擅长的 只是说可能他也没 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女儿肯定是风武装 不让他上天地 三把至今不中 刚拉帅来的宝宝 先给你摇一下 因为怕你是杀恩利匹 杜杰金生 杜的女儿 天地同普陀 没有问题 紧箍之后小死亡都不让你夸 金兽云尺 四号还是一号 四号 一号也是一个归宿的 没有问题 全部都行动失败 他这把来说有至今 连续三回合没封中对面的 无中怪 确实有点小难受 杀恩利匹 他觉得这边两个点都可以了 其实我们现在看话说回来 现在这三个点来说 这四个宝宝来说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成了自己 反倒成了自己的一个家属了 你现在你说 你主动去换这三只宝宝 这两只婚孩儿 头上顶两个增加令吉 他可是又握得零元在 对 但他同时要消耗很大量的蓝 对对对 每回合200多蓝 说实话都相当于一个龙弓 比龙弓的蓝用的还多一点 龙弓多少 180 我看 没有这么多 140秒7 对吧 秒10的话有个200 哇 这说实话 关键方这边 我觉得反而把关键方打得有点郁闷了 这几个首先来说对待方的这个武装 怪的风云名重力太高 又是自己女儿村 连续这几回合的风云不 啊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啊 他要一会儿清掉这只蓝批 谁先出手啊 就5号红岸 我来看一下 躲避 金兽云尺1号吧 对1号 这肯定是1号了 因为他 哇 哎 新一只宝宝2.0元 谁赚谁亏啊 射魂了 应该能扛住 三位增火1万 鬼的呀 鬼的呀 其实就还好 没来了吗 业务精神 7800 这10780%的宝宝伤害加成 两边都要起天地打了现在 观战方其实倒还好 观战方这边至少有两波冲的机会 时间 我觉得他可以把时间卡在8点10分左右 开始动手 对吧 我这边全化地亭跟你咳 大不了我三公两法 拉三次 当然我不清楚 这两队啊 会不会有某一队带了娃娃鱼 就是关键的时候 带娃娃鱼只有观战方能带 对对方带不了 因为观战方这边没有九笔 他对面有九笔 是 他可能要防这一手 他我觉得不会 他觉得打他对面不敢上九笔 看有没有带吧 当然有乾坤挪移是最好的 你要把天地投射弄了以后 然后去几号床挂出去是吧 是 只有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不过对面 如果你只是娃娃鱼 不是情侯挪移的话 对面整体状态 他现在他不跟九笔一样长期倒地 他只有一个天地嘛 他有其他的争议呢 这把如果对面方武装冠 风中观战方化身 观战方普陀又发战了 醍醐出来的 看得出来 五龙丹我估计有 但是现在明显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的 对 其实他刚刚那个笔子 他还不如甩个震阳令旗呢 震阳好 嗯 鬼的吗 是鬼的吗 看一下 对面是不是想留7.0元 1号是鬼的 谁 对面武装冠吗 对 开始拿鬼魂虫来拖了 他一直 就说连齿也不舍得用 这没什么好齿的呀 你齿几啊 之前的地厅嘛 都都 啊啊啊啊啊 我明白明白明白 两边的0元来说的话 斩到后面应该是一场 这个非常疯狂的一个 这个 地厅对哄 两边0元都斩得足足的 对面0元可能要少一点点 因为一个地厅 骗了对面三个尺子 关带方这边就加了两地 多少用一点0元 对 这边还是要得 给普陀山加上这个天地 要不然不好操作 对 对 哇这打的真的 这这这这批可以打完 长宝阁红寒儿宝宝 价格再加500 哈哈哈哈 只是500 再加500 再加500 对吧 嗯 这边也知道你要套我这个点 来说的话 这边武装罐速度有了以后 其实还挺难打的 我以为你说长武哥封印装备要涨价了 他 不是封印装备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说位置的问题 嗯 还有 这个是小的 我以为还有这个 域给加呢 嗯 对面其实这个时候到不及了 鬼魂虫往这一扑 对吧 你不换地厅 哥们就不带动的 你换地厅 那咱们再聊 你没四季在就不怕 对 你有四季在真的 这这一排也是被轻走的 是是是 那确实是 真的 哎 真强 两天腻了 现在局面又回到了重新观战方可能要再轻拨宝宝 嗯 把对面宝宝全部的我们说轻飞或者躺低上之后呢 再谋求一波佛法无边给点杀 是 金钦 指还是怕点武装套化身 对面的武装怪已经没有速度了 来了 动手了 但有点危险啊 因为观战主亲四的话就是有滑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吧 对面这地厅 看一下 哎 他这回是提前加提前加 不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他其实化身体可以早点给观战方这边的地府 补 补那个 补法联啊 一次一抓两下呀 说说说这边有滑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 两个 我好痛啊 哎还行 挺蓝了 他确实这个蓝的消耗 这一次的一个红孩的改动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他现在只能 吃一回来来 出手 出手一回来 吃一回来不够吧 加上武装了看看前面剩下的 24加100 对加上之前 加上武装了 凑一凑看能不能出手 可是 对 ok 在这拼是吧 对再拼凑一下 可以很强 哎对面明显出的是一个工地厅了 因为你看着他有进阶必杀是吧 对 这不能再骗我了 哈哈 我上次解说曲斧的比赛被骗了个明命宝宝 三合的地厅没眼睛 对 看着我一愣一愣的 岁月强控武装怪 这是控啥 不让他天地啊 不对啊 也不怕天地啊 终于是风中了对面武装 我觉得烟雨就走 那个地点 哦 不让 因为有金刚 工程上武装有金刚 烟雨真走 是 他肯定是四秋全满 对 而且对面没有多少包的天 但对面开始了 对面开始了 看能做到多少事情吧 欲青爵再来 一个 六到五辆倒飞了吧 还流了一丝血出手了 那这个普陀 普陀倒了呗 但是说实话 哎呦这个这个有点痛 普陀倒了就倒了呗 三万 哎你发现个问题没有 观点方 对待方来说的话 他他就想让这四个宝宝留在场上 虽然说我们从外来看对吧 给观点方这边的这四个宝宝 给予对面的这个压力很大 干扰也很大 对面你看 从这个地厅这回的操作 他就没想过 要亲这四个宝宝 就是这四个宝宝在 对这四个宝宝我不动你 就是说相互来说都是耗住了 对 就说我西家老街 我现在能接受就是说 这几只滚文宝宝轮番倒地 对 但是你这几只宝宝也没能再寂寞 因为我怕我亲了以后 你这边给我拉 给我开车载 对 对 对吧 所以说你主动观点方这边 要主动去求变 观站主动求变 他只能自己换 要么就 就自己换嘛 点杀成功一刻 他只能这么去找机会 连部啊 头上没花这么来花了 笑里观点方这边的一个特技 讲道理这种彩塔 这种放特技 价格还是比较小的 来看一下对面的武装怪 没有封观点方这边的化身室 而是选择了点红灯 增加一下自己的封一命中率 火雪没有暴明光 再走 对面要不要鼓过来 也鼓过来 这单顾还是双顾 我都没注意啊 好像单顾 也有清晨 嗯 呃 观点方这边 一号 我也不知道是没没蓝了吗 还是怎么说 超级三位正货 其实观点方这边真要求变 从 从刚刚第一听没有对他动手 他其实应该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或者看一个东西 嗯 就是这个一号 你有没有高区 就一号这个童子 如果你有高区 我觉得还行 就是说这么轮过去 对面现在没有太多手段 他能够把这个一号清掉 嗯 如果说有高区 倒觉得还能这样再打他 如果没有高区的话 得想办法求变了 时间已经来到一个小时了 还有最后的三十分钟 那么 对于紫禁城来说 他们的宝宝 数量非常的充裕 而对战方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化身 已经是到了倒数第二只丑 孩子住过没有 呃 对面的化身 他们还没住是吧 没有没有 那行 否则身上挂的这多少个药 我算一下 17个药 不摆给了 开爪了 反应过来了 不能够老师打的被动 挺同兽 节奏型的阵容 有一说一 对面的指挥头脑还是蛮清晰的 哎呦武装再把塔套掉 这场比赛对面武装翻回比较亮眼说实话 那肯定啊 五件封用命装备啊 不摆买 来 开阁 好像这个一号有东西啊 他一号他有这样令起嘛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了 他是那个杀人的嘛 对吧 对 对面女儿村个矮 倒也无所谓 女儿村宝宝还够 他也不完全杀 他也不完全杀呀 哈哈哈哈 我觉得就是带虚你知道吗 他 他拉出来说我没注意 他是几个竹子 我真没注意他几个竹子 没没没注意 嗯 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但他出来肯定你你这鬼魂宝宝 我觉得藏不住了 你想办法把他清掉 对对 看看有没有哪边把枯露个骷髅头出来 对吧 超级去鬼 嗯 有点伞 怕被点 官大方这边无魂魁了 对面武装官 还是不想让武装官出手 不是他在把地府塔套掉 官大方被怒了呀 听清紧箍先解开 武装官能动手吗 套地府 他专门套塔啊 这场比赛 头上有灯吗 没灯 有灯 有灯有灯 最后有 哦不止不止 刚啦刚出了灯 官大方其实他 他还是没想中一个人问 他其实如果说真的是 对对面的武装官干扰的很厉害的情况下 开把鬼眼啊 嗯 对吧 什么时候就解决了吗 把鬼眼开啊 在轮着批了呀 这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个过来呗 清算 哥们有高驱 你怎么说 对 哥们驱鬼带高驱 把你这波鬼魂虫给你破掉 哎呦 差一点啊 腾多镜 不出腾多镜就飞了 对 要关照死宝啊 我说的 我说的那个时间点是 呃 八点十分 现在十分钟吗 现在还有没有没有八分钟 现在还有八分钟 到的那个时间点 来我们看一下 呃对面的话 很明显武装的灵源是一直在存着的 精神尽量把对面这一排鬼魂清走 然后想办法冲 开冲 对 要慢慢的冲了 毕竟这场比赛 呃点杀主动拳 在观战 我买 甚至啊 可以贴 如果不换的话可以贴一下 对吧 卡蓝了 没有卡小四海 而且是善暴 很难受 咱们看一下48回合 这边武装的话 我记得是一点零元加上48回合 这个是两点 他没有三点零元 如果三点一起加 一点零元 对面的话要不要牛村 我们看一下 要不要真地府 直接真地府 呃 呃包括两边地府 这个时候我都觉得零元都可以拆啊 对面武装 呃要不要拆零元 就说两尺 加化身 因为对面整体速度比较快 三个尺子拍过来 一针加三尺 来看一下 人物血量都是满的 呃观战你说点的话 他只能点对面的普陀 点普陀也比较好 因为地府毕竟小手 小死亡也比较难挂 来看一下啊 但观战方 呃有可能我只保一只地厅 就是我天地 我天地一只 然后加敌 只要地府能够顺利挂出去就可以 看一下选择啊 还是点呃 做普陀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旦双方呃 有一方点差成功了之后呢 接下来观战方会慢慢的拉地厅 对面的话 可能说引光啊 跟快地厅一起 都要蹦出来 这回合很大程度决定这个比赛走势 如果说观战地厅没拿到东西 那可能说对面他就出一只引光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拿到东西了 两边就要这个节奏快起来 我们看一下观战的选择啊 到底是武装去天地之窝 就保一只出手 还是怎么着 我的意见是保一只出手 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这排地厅说实话 呃能给对面造成杀伤的 也得是慢一点的 对九番 这种有事息啊 孩子有事息 拍尺 看有没有拍对 武装 拆了 不能再斩了 金青 那四五都 都针对了 对面可能砸的就是三 小双挂女儿 因为不挂女儿 赢不了 看对面葡萄是不是砸三 很关键 给的尺比较稳重 来看一下观战方攻地厅出手啊 观战方这边就是纯纯的计划有变 提前动手 对 来看一下吧 有葡萄林波 有葡萄林波 他也有这个九凡 嗯 是个磨的 磨的 看几轮啊 大纸巾城这个至少六起吧 三 哎呦好像要倒 四 好像要倒 哎呦这两下暴击 五了 扛不住了 扛不住扛不住 后面还有两 对 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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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分拍 确实 他没有砸 对 就他也不知道哪个速度快 他不砸也是对的 说得通 对 说得通 就对面普托 最后一手就是针对这个三 就说在尺跟砸之间 你可能要选一样 因为这边的武装 他是天地状态 他肯定能天地那只 对吧 所以说有风险的 他也不太敢砸 他什么不让无魂吗 但不对啊 对面有一种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对面想要 想要腻啊 但这回你腻不了 你得拉出来 下回你腻 你没宝宝 对 再拉 这关键方这边 肯定就是计划有变 提前动手了 没什么好说的 过后面不严了 关键方只要把对单方的腻 防住 这个PK就不知道怎么输 是 这个高区真的是太酷了 一个镇压令旗 解决了多少问题啊 80%的伤害加成 我想想现在宝宝太少 很难腻 宝宝少 其实他倒还好 我看 但你不能这回合腻啊 你这回合腻 不行啊 我看他武装还有五个宝宝 观战方这边 对待方来说的话 5号肯定是那个嘛 肯定是那个 高颖的那种宝宝 那个高宫的嘛 嗯 这回合有地亭要应对 腻不了 两个地亭再加上三号 四号是个比较高速的 嗯 对 哇再说实话 提前动手 是 我还想的是 他还有过两分钟动手呢 结果他提前动了 千战敌 千战敌在家 哎呦 怎么说 有感知的 直接气饮供 对 还是老老实实给尺子 也不敢怠慢 开始中了准起来了 因为纸巾的武装怪本身也很准 确实上压力 成本投入 不计啊 他就是一个敌 我就是为了 让你赢公主 你看他一只宝宝 换了多少 对面多少只宝宝 对吧 你刚刚那一波的那个 高鬼昏宠的问题也解决了 是 吃了一尺 没加敌好像 应该是杀不动人 拍不动人 看能不能把二号清掉吧 这是个纯缺魔的 两轮 三轮 四轮 下把对面得对着出低厅 或者说得出英功了 得还得出 五个能杀掉吗 六 哦 全脸 哦 六轮 三大三小好像是 化身干了 就看那个孩子了 就看那个孩子了 观点方这边的 那个什么地厅资源太多了 还可以在了 确实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对面不太能撑到八点半 目前来说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为现在不存在地镜的可能了 不存在 一点都不存在 因为接下来每回合都会有地厅出 而且你对面是没有人能够摸地厅的 就算他不熟悉地厅 他这些旧的 有高速赛 都会有可能把你的五龙单给 我们说直接给打开掉 或者说 对面我想了一下 龙镇212 酒黎加神木 可以试一下 硬一下 这当然这是肯定是马后炮的说法 提前笑怕人开以后 不对啊 他画 他那个什么地府 现在全现在对面 对面对面艺术啊 开鬼耶 啊 藏不住了 已经藏不住了 拦不住了 哦呦 五千六 补一个上古灵符 再神 太想赢了 全部都过来了 后续单位也没补引过啊 否则是龙光镜吗 他观点方这边 我觉得补个龙光镜也没啥大问题 也可以 现在观点方其实 最难受的 我觉得这个 就这个一号宝宝 那对面方最难受 这很真低 有钢拉的吗 正好不是钢拉的吧 有钢拉的吗 是 换了换了 啊 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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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换呢 谁换 武装 哎武装没换 他不会让普陀吧 普陀慢了点 普陀而且头上有那个 是 普陀身上有那个东西啊 无魂啊 看吧 来了 是 来了 换了还好换出来 换出来其实就还好 是 对面的这个思路还比较快的 他看观方4号就是那个 比较高速的那只 换 就是那只宝宝换掉之后啊 就立刻我就腻了 嗯 我这里没有过超高速的 有意外 嗯 好像还有个精心一键吧 哦 死亡召唤 啊 那个超级 超级 谁啦 这个是应该是神佑的 但是神佑的扛不住 哦 也是鬼的也是鬼的 嗯 那很大 贝拉 这一手 是拉人那只倒了吧 看见 你说2号对吧 对啊 但对待方拉腰平应该是 你看武装13个随便乱拉呀 啊 这是个隐的 哦 还能连一下 打到了这个 打到了这个 杜杰这个 杜杰也没破掉 他怎么拉呢我在想 普通杂一个 其实你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啊 观战方其实 哎呦 武装没没速度 观战方这边其实想要去这个突进来说的话 还挺难的啊 点挂的 然后柳甘露这样来拉 对面的药品肯定是没得说 很多很多 紧箍咒家 哎呦 原村不会喝酒吧 臭巧了呀 哎 其实这样是好事 别他把酒喝进去了 别浪费一瓶 别浪费酒 对 哎呦 伤害好高 酒坎之有趣味 这多功能 多功能 那紫禁城 这个服务器出什么宝宝 我都不意外 那接下来这波还是会点杀 他肯定要杀对面普陀嘛 对 他把普陀一杀就可以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拉伍子地听 酸你脸上慢慢玩 对 对 还16分钟 长白纸 那这回就没拉了 两个高速宝宝出了 应该要重新出宝宝 无魂魁蕾 无法无边重新来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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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出了就被咽了 这是 9千3 那这宝宝是普通的宝宝啊 带飞 不是什么 能忘记快速的什么的 拉不起来 现在来说的话 这把紧箍咒挂上去很难受的点是 他不能够拉起来马上就动 还要找单位给他吃那个回春 对 否则会被咕死 是 除非赌神佑 呃 神佑跟163 不能这么多 嗯 163好像还有20%左右吧 就出了三次 对 宝宝上的一个优势还是 还是挺明显的吧 我觉得整场比赛来看啊 明显明显 对挺明显的 问题不大 三胜了就不是 我们说这场如果输掉的话 话不能那么说 看来还是想怎么闻怎么的 我知道有另外一个 摇奖区的老朋友 他也是要在第五场再拼一拼的 操心天狐是吧 生日 哦 生日早上不是那个第一场 嗯 他就说了一场吧 对 看一下 这三只地厅大概率都能出手 嗯 这卡的这个时间 感觉咱们都可以去吃个饭 洗个澡 换个衣服再过来 嗯 幸亏不是加上酒离成了 加上酒离 浮空那太久了 嗯 我们看一下 法方也就安慰一下自己吧 我觉得 地府没办法了 只能给尺子了 轮子拍 还是轮子拍 诶诶 诶 这么赌吗 就赌定三号 还赌定三号不 哦没有了 吓我一天 五号没人管 看关键方怎么说 哦二号 那没问题 没问题 二号没问题 就说白了 至少给了一尺子嘛 是吧 三号那就打不出伤害了 对 小屎王 啊 给武装 我有奇门五行令啊 杀三 杀五 那他三只 可能行吧 他三只 看这一只吧 对 但就加了一滴啊 一滴一尺啊 啊 哈哈哈 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不能站立了吧 神了 感觉这个神的压力很大 这个是吃了两尺的 这这个感觉伤害就差点意思 对吧 毕竟吃了两个尺子 这一个力气直接批翻了 这太夸张了 拉起来了 拉起来怎么说呢 呃 出宠 他不敢呵呵 因为确实 几个众没人解释 163还真出了 直接相似韩征 赌命的一个相似韩征啊 对 腰住了 腰住了 这怎么玩啊 不让你活血 这没得说 对面 武装大蓝 地府 地府这个操作也没问题 他只能这么玩了 对 这把163 可能会形成一个伏笔 野兽吃力 终于换了 日光华 打砸掉 3号 路上全部安排好 轮番的把这个 对面地府还几支 两支 还行吧 能接受只能说 这野兽享受的时间比较短 对对 只能说还能接受 地府是立了 没能粘出去 还可以 对 那边地府得补宠 对 女儿的话 我觉得躺下会安全一点 别腰了 现在腰没用了 现在腰没用了 对 躺下安全一点 万一真的 又被挂了后怎么样 就不太划算 打观念方这边的地厅 还可以忙忙忙忙多 随便乱出 现在他剩几个宝宝 我们就可以直接算 他有多少支地厅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真没问题 这个团队地厅太多了 而且他地厅质量都挺高的 全都是六个轮子往上走 五个轮子的仅乘于公地厅的 1983秒的也痛啊 就那种 不让砸 五轮的他可能是个别那种 就是用来高速高杆支来轻颖弓那种 可能可能 赌那个了 赌明光了 没出 次线战叠 一叠 一号 对面直接砸吗 普陀 再拉 看对面普陀是不是 哎呦没敢砸 老老实实给对了 给对了 他拉两只出来吗 召唤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中了高强烈 应该是要飞 应该是要飞 虽然说是吃了一尺 但是毕竟来说是终极权魔 感觉对面的女儿跟地府也危险啊 地府有点危险 你刚才说地府这个法防不是 对他的法防不是很高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的 看能看出来化身的法防是挺高的 哎呦 五千一 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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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青肯定得智了 智青 观念方 观念方这边甩乌魂还是甩笛子 我觉得 他地府可以人拉武装冠 武装冠套观念方这边的地府 不用套地府 不用套 套普陀 对 不让他再挂颈箍咒 对面智青就是解掉颈箍咒 还血量嘛 观战他肯定是无间 如果冲了就直接开无间 嗯 所以说要套观念方这边的这个普陀 看对面的地府舍不舍得去做这种操作 而且这回不一样武装有3.0元了 就说错到3.0元了 他加是 这个 三个点吗 对三个点 压力真是层层往上加呀 这回合就能决定这个比赛主事了 时间还有10分钟 就看这回合 而且你晋青这边所有人物单位等于是随意操作的 都可以操作 这批可以 观战方一波宠 换对面三波宠 打了后面宠的优势就出来了 对吧 哎 来看观战方怎么给低 一 一给二 就观战他总有 呃 拉起来 三号可以拿了还行 齿啊正常齿 武装官怎么说呢 给齿还是说天地一个 保一个 三个0元来了 来了 看对面武装是天地一个还是怎么说 雨露 他只能雨露均战 天地没有问题 这把天地是对的 因为他找了一个法防最低的点 对 但说实话对面最重要的是不是 雨儿春啊 对面对面敢不敢砸 对面敢不敢砸 砸了 动手了砸对了 哦不对 杜劫了 哎呀忘了 1290 1290 这个起码七轮我感觉 就是这个 弓的哪有七轮啊 我说杜劫 哦二号是吧 对杜劫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吧 杀化身 哦 弓的弓的弓的 这三号 这三号 最凶的还是二号蓝光的一只 砸砸砸砸砸的没问题 只是被杜劫了 他对面也知道想要灭 想要灭 哎呦这三号高 想要灭团的话还是得靠法地点 我觉得 收了紫禁城 收了收了 真收了 这次出手真收了 真收了 我们来数吧 一 二 一万 二 我感觉我 数不完 三 四 四 是 你看不出他连没连 对我也看不出来啊 当他是六吧 深收比赛 可以恭喜紫禁城 成功拿到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是 说实话 硬件加指挥双重 对吧 其实对面你要说他哪里有问题 我也看不出来对面打的哪里有问题 他没有哪一部分有问题 我也没觉得他哪里打的有问题 对